他有一种修法叫准提镜 准提镜的修法 就是一个准提的镜子 那么这边是准提佛墓 这边是镜子 那么有两个龙 他的两个龙是他的侍者 这个有两条龙是他的侍者 这样子一个准提镜 这个准提镜的修行 也是看着这个镜子 眼睛注意这个镜子 那么一直持住 持到这个镜子里面放光 放光出来 而且准提佛墓显现在镜子当中 这个才算成就 一般来讲这样子才算是成就 准提佛墓成就以后 在征佛陀佛里面 他可以作为本尊 也可以作为副法 也可以作为副法 又是本尊又是副法 他是极清净的一个金刚 他的金刚号是极净金刚 好多的金刚号 他本身有好多的金刚号 那么极净金刚就是说 能够让你变成完全清净的 那个金刚 可以消除业障 增加你的智慧 那么也可以增加你的资良 他有十八只手 他哪一只手 他拿的这个法器 就代表 也就是他的功力 很简单 就是他的功力 他的功力有什么 他有十八只手 就有十八种的功力 他有十八只手 感谢观看